今天又是JB的频道和焦点视频合拍的一个节目 今天很高兴请到一位嘉宾 他是新进的歌手 他叫Conny侯慧玲 Hello 大家好 Thank you Benson 今次的邀请 多谢你出席 今天主要想介绍 讲一讲日本投资的未来发展 以及一些移民的攻略 现在大趋势很多人喜欢去移民 想去移民哪里 想去移民哪个国家会比较好 投资还是做生意移民 未来这几集我们会讲到 JB主要就是在日本大阪的一个地产发展商 未来怎样去做投资发展和移民都会讲到 多谢Conny送给我们JB的一个Hifi碟和个人专辑 多谢你 多谢你 因为很快就会推出一个节目叫做Conny on Live 亦是JAB赞助的一个节目 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 密切留意 今天我也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Benson 好啊 还有我们歌手这行 其实收入上都不是很稳定 如果在香港去投资 分分钟压力测试都未必过得到 可能我们拿着不太多的本金 在香港比较难置业 但是如果在海外的市场来说 你觉得是有没有可能可以 令到我们都可以上车呢 可以的其实 日本的楼市的门栏 其实是比香港低很多的 香港其实 现在的市况下跌了些 我想起码都要三四百万 都才买到一个很小型的单位 甚至很偏的地方 或者是可能买到一家空火 是的 可以这样说 其实在日本来说 门栏比较低的 从几十万到最低三四十万都会买到一些民宿的单位 但是这些民宿的单位 出租率未必会很高 或者是一个很有利的位置 其实我们JAB所有的项目 就是做一个在日本大阪的一些地产项目 我们会有一个回报 会给客人的 那我们这些项目 就主要用来做酒店 整幢大厦就领译一个酒店的牌照 去经营酒店 那客人投资了我们的项目 可以得到一个保证的回报 那说回门栏 门栏其实不会很高 就是一百万港币就可以买到一间 那回报有七厘的回报 七厘的回报是说多少呢 一百万 一年是年回报 不是一个月的回报 一年回报有七万元 那除了每一个月有五千多元租收 那你说如果一百万 你在香港买的车位 是未必买得到的 那买到的可能屯门 远一点偏一点 一百万买的车位 那你说的每个月都可能租两千多元的收租 那你为什么不去买一层楼呢 是永久业权的 日本所有的物业 是永久业权的 不同的 国内大湾区 大湾区 或者国内的业权 是说七十年而已 日本是永久业权 买了是永远都是你的 可以留光万世 可以留给子女 一路收租 其实每个月收五千多元租 还可以过去玩的时候 住在我们全线的酒店 我们会送回十万的酒店 给客人住的 都很足够 其实大阪来说 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因为其实说旅游来说 都是属于全世界很热门的地方 没错 香港人去日本一年 应该一两次都有机会去到 所以我听来说 一个酒店的形式 其实这个都可以令到 出租率很稳定 没错 是的 我讲讲大阪的资料 首先大阪是日本第二大的城市 第一大是东京 游客量来说 大阪是高过东京的 是的 没错 全球来说 大阪的旅游城市排名是第二的 全球移居的城市 即适宜居住的城市 大阪也是排第三位的 是的 游客量来说是非常之多 全国日本有1亿人口 疫情没得说 去年19年18年的时候 全国日本的游客有3000万 大阪都佔了很高的比例 大阪的酒店入住率 每年是去到八成以上 所以这样来说 大阪的酒店的需求是非常之大 很多时候去玩是订不到酒店的 一些热门的季节 例如櫻花季节 聖诞、新年等这些假期 是很难订房 我们酒店房间的定位 大概中位数 五百多元一晚 五百多元一晚 是很多人愿意入住的 说多一点 一些叫做小知识 日本的酒店 其实它是断人头算的 譬如你两个人入住一间房 他一个人可能收到三四百元 你两个人去住 加上小朋友 同一间房 同一间房 他不管你 总之你三个人住 他就收到你三个人的钱 算人头 但是我们的酒店就不是 是断房算的 就是五百多元一晚 你可以一家三口进去住 当然不要逼十几个人进去住 有可能 是 是 就是这样 我们的房间设计 都是日式设计 大就不是很大 百多二百尺一个房间 在投资方面是不错的选择 门槛比较低 还可以分期付款 可以分四期比 不需要一次过比一百万 分四次比 就是说二十五万首期 就可以上车 买到一间日本楼 明白 每个月有几千元的租金收入 对 对 我现在就很清楚了 对 很吸引你 我想了解一下 如果真的有兴趣去日本大阪去做投资 其实我们所需要的流程会是怎样的呢 流程就很简单 就可能联络我们 那我们会介绍我们的在售的项目 给客人知道 那你选择好你的单位 那就先给五千元一个二向金 lock了你的单位 就是小的 给五千元二向金 选择了单位 选择好了 那我们就会安排约你去签约 签约的形式呢 就会在香港的律师楼去签约的 香港律师楼签约 那我们会有日本的司法书士 司法书士就是日本的律师 会跟我们在香港的律师楼 做一个视像会议 那我们会安排翻译在客人身边 将合约的详细内容 讲解给客人听 因为是日文的合约来的 那日本的司法书士呢 会在视像会议那里 解释合约给客人听 那在香港律师见证底下 在翻译 那和你的销售顾问 会在你旁边 讲解整个合约给你听 那好了 签完合约之后了 五天之内 就给了首期 楼价的百分之二十四分之一 的首期定金给我们 就已经是可以 购买整个签约的仪式 的手续完成了 那接着就 你订好你第二第三期 尾期的付钱时间 给我们就可以了 明白啊 真的 其实流程是很快的 但是呢 如果在大阪 那我们 当是一个投资来说 但是如果 如果 例如在香港买楼 我们会去看楼 那大阪的时候 如果 八卦了 我想看一下 那会是什么呢 试像是否安排 可以有视像 对了 可以视像看 但是我们的 那我们现在有十几个项目 在大阪 那我们有四个是在营运中的 那有其他一些在那里 在那里 那其实我们卖 就比起的 好老实说 就是很多推了出来 已经卖了 那有些都抢手 原来 都抢手 其实一百万香港人 很多都会有兴趣会买 甚至国内 就是未来我们都会发展国内 稍后会讲到 国内的市场怎么做 是的 那就 刚才讲到就是说 怎样看楼 那我们有四个项目 已经建好了 那有些客人 可以 如果通关之后 直接可以过去住 我们也都 推出一些看楼团 未来会有些看楼团 三四千元 包括过去 住我们的酒店 等于去旅游间看楼团 是的 很吸引 正的 正的 有机会日日通关一起过去 可以 是的 过去参观一下 八年都宣传一下 当然要 是的 是的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所以过不了去 其实 很多香港人 对大阪都很熟 那我们 现在在Google Map 我们有些位置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栏盆 是的 那我们的位置 可以在Google Map 给客人看到 那我们会有影片 会有相片 会有相片 现某相片 给客人看到 那这样 有一些设计图 那一篇售楼书 我们都全部 会有给客人看到的 那这方面 对客人的一定信心 的程度都很高 是的 那未来通关 我们会有一些看楼团 都会 很期待 这个看楼团 是的 还有说多些看楼团的东西 那我们不是说 带一些客人去一些普通 就是你经常去到的一些热点 当然热点都会去 我们会带一些客人去一些 比较地道的地方 日本人开的一些餐厅 日本人的一些 就是日本人才能光顺的地方 那我们当地 我们很多日本同事 会带一些客人去一些 比较地道的地方 去玩啊 去吃啊 那我学了之后 可以做当地人 除了投资之外 现在都很流行移民潮 那可能下一次我又有些 新的问题想问 你关于如果移民去日本 日本人可以怎么做呢 是的 非常好 是的 OK 稍后 我们下一集 或者说一说移民 不单止投资我们的酒店项目 是一行投资 还可以 投资加上移民的 好 下一集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日本的移民攻略 多谢大家